国道泡毛脱掉首射超跑条款 脱旧费年终其涨 不只一般驾驶害怕与超跑发生差状 其实连脱掉超跑也是驾驾 今天高峰局指出 现在正准备严理超跑条款 未来将针对名归车辆或超跑 国道脱旧处置假收费用 并以特殊器材脱掉 最快今年中明确方案可出炉 高峰局表示 目前国道合作的脱掉车共1500辆 其中有100辆横杆加布条 80辆全落斗式吊车可脱掉超跑 但目前并未针对具备特殊装置的脱掉车 区别出收费差异 加上现行小客车超跑在国道上 发生故障或抛锚 多半采取前轮架高 后轮道路上行走的脱掉方式 脱旧过程中恐怕又会造成恶度伤害 部分脱旧业者担心 造成超跑车损赔不起 根据现行规范 国道脱旧费自脱旧地点算起 旧里程在10公里以内者 收基本费1500元 超出10公里之里程 每公里加收新台币50元 或者再以其他名目 向车主或驾驶人索取任何费用 至于为了研议增加名贵车辆的脱旧费 会与业者讨论后订定 收费将参考市场价格 目前房间超跑脱掉费用 升价200万到1000万元以上超跑 会收取4000到8000元不等的脱旧费用 另外公共局也将自3月1号起 调整国道5号雪山隧道内大小型故障车辆 脱旧费之基本费各加收1500元费用 小型车辆将提高为3000元 8公吨以下支大客车5700元 超过8公吨大客车6750元 这是经高公局估算 雪山隧道内每件故障车辆 平均耗费社会各项成本 费用约13000元 因此才调高雪山隧道内脱旧基本费 高公局提醒 228年假即将到来 民众都有安排出游 用路人上路前 务病确实检查车辆状况 降低车辆故障几率 以免伤了荷包坏了游行哦